督导你好 你好 你先把你们东辉介绍一下 我们东辉的话是109年成立到现在 然后我们的创立的主旨是希望以年轻人去拥抱长者 对所以就是在做居家的服务 然后我们也是新竹是唯一一家私人机构在做公益送餐 对就是帮忙送餐到长者家里这样子 那一般长者要怎么样才能够接受你们的服务 我们的服务的话是居家服务 就是居服员会到家中去服务 那就是长者可以打1966这个专线 然后卫生局就会派员去家里评估 看看失智失能的等级有2到8级 然后评估说这个长者他的等级大概是在哪里 然后去换算出他每个月可以得到的一些补助金额 对对对就是2到8级每个等级都有不同的补助金额 哇这样子你们就要大量的培训很多日间造服员是不是 对我们的造服员的话我们自己机构也有在办课程 但是我们造服员都是要自己有证照要去考 然后还有要经过实习 然后造服员这样的一个产业现在是都二度就业 还是真的也有很多年轻人投入 我们自己单位也有20几岁 20几岁的居服员 所以其实年龄层还蛮广的 我们自己单位的年龄层大概23岁到70岁都有 就是居服员的年龄层真的是分布蛮广的 那你们这个服务的这个项目其实非常多 那怎么样评估这个造服员需要派个男生或派女生 或者是需要派一些比较轻壮的 有一些像是需要移位的个案 那如果他公斤数比较体重比较重 我们就会派男生 对因为真的女性的造服员力气还是有限 所以我们就会尽量派比较有力的男生去 然后我们会预先知道说这个个案它的状况 然后身高体重 然后它需要的服务是什么 如果是洗澡或是翻身拍背换尿布那种是需要移位的 我们就会评估说这个个案比较适合哪一位居服员这样子 所以这要靠你们的经验的累积跟评估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还有居服员的能力 是是是那讲一下公益送餐的部分 公益送餐的部分我们现在新竹市是负责向山区 然后就是也是透过卫生局去召会给我们 然后我们会送午餐跟晚餐这样子 然后都是送餐志工 都是志工在送 谁来主事件 新竹市我们我们单位是配合便当店 对对就是有呃配合的便当 然后也会反映说 诶今天可能哪一个阿公或是哪一个个案觉得菜色怎么样 对对对对就尽量 尽量去配合长者的口味 尽量 所以它菜色的配合其实难度比较高对不对 因为长者需求不同营养需要不同 然后能不能咬也是个问题对对对对 就是可能有一些长者会反映说今天的饭比较硬 那我们也会反映给便当店 就是说饭之后可能要再煮软一点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你们要随时调整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算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行政业务 对就是我觉得居家毕竟是以服务人为主 所以还是要适时的做调整对 那公益送餐它的经费来源是很多人这个爱心赞助吗 还是怎么样 经费的话也是政府 哦政府有相关的款项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只是说我们的呃送餐的人员是志工这样子 对 最后讲你们今天来参展的目的 我们来参展的目的就是因为居家这个行业 我觉得还是比较少人知道 所以一部分也是想要多多推广这个居家长照的这个产业 然后也是想说来台北让大家看到我们东辉 在新竹毕竟还是比较小一点 对对对 而且同业交流应该也蛮重要 你个人有没有逛一圈然后看到一些新的趋势 有有有些什么伤口照护 像是压商会用的那些敷料 新科技 对对对对 就其实都蛮能增加我们的一些知识 都有可能导入你们的服务里面就对了 因为我们还是会有很多卧床重症的个案 好谢谢督导 谢谢